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晴 你来得正好 姐问咱们去哪儿旅行呢 郑夫人 告诉我姐 咱们的旅游胜地在哪儿何方 美国 我想过了 既然爸妈他们不能回来 那我们就去美国结婚 也顺便看看他们 郑嫣 你是不是也好久都没见过你爸妈了 我知道 因为我们结婚的事 跟他们闹得挺不愉快的 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接受我 但就因为这样 我们才应该更加主动才对啊 我相信 我一定会给他们留一个好印象的 好 天晴 其实这件事呢 你不用太在意 我知道 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家正夜好 但是以我们 对他们二位老龄家的了解 你现在去 真的不太合适 那我们 总不能一辈子都不见他们吧 你说呢 正夜 这 这一个 我觉着 这样吧 爸妈的事就交给我了 你们俩呀 还是该去哪儿旅行 就去哪儿 对对对 咱们俩结婚 只要咱们俩高兴就行 天晴 我去美国就挺高兴的 你不知道吧 我一直都想去美国呢 这美国有什么好的 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 纽约跟咱们宁州 没什么两样的 一出门 还不就是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吗 有什么意思呀 不过咱们宁州 可比美国安全多了 你知道吗 美国动不动就是 恐怖事件 多可怕呀 对对对 天晴 这样 咱们去迪拜 住七星级帆船酒店 订总总套 可好了那儿 好吧 不过 我就想去美国 美国挺好的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闹了 别闹了啊 你闹什么了 怎么客气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什 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美国 天晴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们的父母 对你这个儿媳妇 还是不太满意 他们都是白手起家 辛苦了一辈子 才攒了这点家产 就是怕被别人担心 你看现在社会上 那些小姑娘 一个个都削尖了脑袋 往毫蒙里钻呢 他们是怕了 郑平姐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们俩既然结婚战斗已经领了 那你早晚都是我们郑家的儿媳妇 所以你没有必要 这么着急就想着去见他们 姐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好 我们的爸妈 我最了解了 他们是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好好地观察观察你 你说你要是 就这么着急地 去跟他们献殷勤 他们肯定觉得你就是那种 谄媚的小市民 说什么呢 什么谄媚 什么小市民哪 那我老婆好歹也是 干部家庭高级知识分子啊 不太这么说好 他赶紧道歉 道什么歉呢 我实话实说呀 你说 你要是现在 就去找我们父母了 我们父母肯定不高兴 行了 来收起家是吧 华人缺富豪是吧 写个我们家小市民 好 喂 喂 你再拉给他 叔叔啊 我叫姜天晴 你认识我吗 哦 知道的 知道的 喂 爸爸 来和优思哈 一会儿给你打过来 走两个 你什么意思 这电话号码哪儿来的 行啊 姜天晴 你调查我啊 你现在谁会举一反三了 上回你问我呼叫的事 是不是也在探我的口风 我调查你是吗 我探你的口风 我要是有这个心眼 就不睡到今天了 我今天来 就是想听你们一句实话 你说 你爸妈到底在哪儿 他们是干什么的 姜天晴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爸妈不在美国 你就不嫁给我们家正业了 我从来都没有说 我是因为这个 才嫁给他的 那不就完了吗 你在这儿没完没了 那有意思吗 不就是一个电话吗 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我告诉你 我们家生意做得特别大 我爸妈在四川 还有很多生意呢 说不定他们现在 现在就在四川 是不是 正业 行了 姐 行什么行 姐 别骂了 你要敢胡说八道 我跟你没完 你就是胡说八道 才把今天这个事搞成这样的 我求你了 姐 能不能别添落你 你赶紧走吧 你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走吧 我求你了啊 你们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定情 对不起 是我们骗了你 我爸妈不在美国 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豪 我们有钱 就像这个房子 也是我姐贷款买的 你给我闭嘴 你闭嘴 你还没闹够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爸妈丢人呢 我不觉得他们丢人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他们种地的是农民没有钱 又怎么了 他们靠着双手把咱们姐弟撒养大的 难道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 才被结婚才被娶老不是吗 你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我也没觉得咱父母丢人哪 我这么做还不都为了你 你要一开始就告诉他 他能这么容易就嫁给你吗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们把婚姻当成什么 你跟我说 你们的父母在美国 我要是现在不跟郑页结婚 他就得回美国去了 我信了你 你跟我说他们不能来参加婚礼 让我们旅行结婚 我也信了你 你跟我说 郑页因为我 跟家里闹翻了 我还是信了你 我在心里自责了一千次一万次 就是怕郑页因为我受委屈 可是你现在跟我说 这些都是假的是吗 我的信任在你们的眼里 真是狗屁 一万都不值 天井 我家那些背景 我俩像猴儿一样都帅了 快转转 你给我闭嘴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郑页 就你这本护照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有问题 可我当时却在想 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是不是我的问题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不会骗我 就算 就算 就算最后我接到了你爸的电话 我也还在继续给你找理由 原来我相信你 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我搞错了 可是 直到现在我真的发现我是错了 或者错盖了你 还有你 你们俩都是骗子 我恨你一辈子 天强 你给我换天强 天强 天灵你给我解释天强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还你的传家之宝 明镇局 明天早上八点见 明镇局 明天早上八点见 既然别无聊 明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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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镇局长 他不会是想要跟你离婚吧 你说话 现在你满意了吗 你不就是想让所有人 按照你画的条条光光去生存吗 你不就是想让所有人 仰视你崇拜你吗 你不想让别人说你是农村人 连我都不能说实话 你不想让他妈妈知道你失业了 拉我一关骗他们 说你生殖他们总监 你不想被别人说你是个欺负 你连我姐都骗 冯乐是在美国吗 他是在美国吗 是像你说的那样 打个电话回来 撞得给你结婚是吗 来 电话 打 打 现在给他打 现在你就给他 宝贝他打电话 打 你干吗呀 张天天冲你发红 你上来就找我撒气啊 你还不说实话是吗 对 如果天天不来闹这一出的话 我估计你打算骗人一辈子 就像你骗我们 你和冯乐的事一样 什么他就对你忠心耿耿 一心一我费 那王八蛋早就结婚 生死了五年前 已经把你给拽了 你知道吗 行行吧你 你看我干吗呀 你看什么 你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我要说 天天说得对 我就是个骗子 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谎言 越说越大 越说越大 我还帮你一直在骗 我祸盖我 你也是一样 你在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你欺骗同事 朋友 连你自己亲人你也骗 你口口声说你疼我 就这么疼的吗 我一直被你困在这个骗局里 江氏弹顿 青蛇弹顿是吗 这一块破表 就能改变人的出身是吗 郑平 你就是一个 彻底底的大骗子 这一块破装 老龙 今天真的在哪儿 叫古庸 夸 role 似 exemplo 你超过ânt 啊 啊 哎 哎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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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你 你放开 你干吗呀你这是 放开我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放开 你干吗呀你这是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放开我 放开你放开 看着我看着我冷静点 冷静点冷静点 冷静点行不行冷静点 这么大一晃 亏得他姐弟俩说得出来 什么意思卡尔顿三千人 在宴会厅 什么额干将了 什么王妃的 这何正的正平是 吓唬我们玩的是吧 他还不止这些呢 他姐还骗我说 正月在美国有一个 结婚对象 要是我不信他跟他结婚 正月就要回美国去了 这算怎么回事啊 这这简直是骗婚嘛这 这你也真是的 怎么能跟他姐 一起胡闹呢 他姐骗我也就算了 他也跟着一块儿骗 什么也别说了 明天这个婚就离 这是胡合板 你天什么乱了你 这才结婚几天啊 怎么能说离就离呢 我不想那么多了 他骗我就是不对 没错 这个男人就不能够 别说谎话 说了第一次就第二次第三次 从今以后正月就不会跟你说实话 给他离 爸爸再给你整个好的 你是气糊涂了吧 有这么胡闹的吗 真是这离的街 见了离的街叫什么呀 拿婚姻开玩笑呢 老糊涂不会劝你别说话 让我怎么劝 我能拿枪逼着他不离婚 反正这个家啊 已经离了一个了 再离一个也无妨 江建国 你成亲倒乱是不是啊 有一个离婚的还不够吗 说我们老江家 两个地方都是离了婚的 你脸上有光彩是不是啊 江天岚就是个利子 明白了吗 这又一个 这个正业就是个王八蛋 我看在某些方面 还不如刘展鹏的 刘展鹏说他是富二代了吗 刘展鹏说他是华侨了吗 刘展鹏说他要办多少多少桌了吗 一个农村穷小子想娶我江家的女儿做梦 穷小子怎么了 咱家也不是大夫大贵啊 他现在没钱 也不代表他以后就没出息啊 你自己看错了人 你从我让让什么 谁看错人了 我 这件事绝对怪他姐 都是他姐叫做他的 没事 大不了让外边说 江建国的女儿被别人甩了 我和你妈都退休了 我们不怕别人指指点点 你今天给我个通话话 你这个婚离还是不离 离 正爷 我做了一辈子的教师 自认为眼光还不错 我们答应把天晴嫁给你 那是我们觉着 你是个诚实 有责任心的孩子 你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我来这一路上 我就想找个理由 让你们原谅我 但是我没有找到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 我也接受不了这样的欺骗 我的确不值得原谅 所以我今天到这儿 我是想把事情说清楚 如果现在不说的话 恐怕 恐怕以后没有机会说了 说吧 我们做家长的也想知道 你们姐弟俩 为什么要撒那么大个谎 她是家中的长母 她是家中的长母 下面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所以她的父母 就希望她 早点工作赚钱 然后找一个差不多的人家里就行 可女孩不想活蹦恶恶地过一辈子 于是她很努力很努力地读书 她闷闷功课都考第一 最后 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因为家里太穷了 可女孩不想就这么放弃 偷偷地跑进城里 打了一个暑假的零食工 白天 她在餐厅当服务员 晚上 她去一家二十四小时日便利店上夜班 没日没夜地打工 却告诉家里这些钱 是她自己的奖学金 她怕我爸妈难受了 就把所有的事情往自己的肩上扛了 可是她却忘了 可是她却忘了 那个时候 她是一个还没到二十岁的小女孩 大学毕业那年 大学毕业那年 她考上了研究生 可她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同一年 她弟弟也考上了大学 学的又是一笔不小的书 她偷偷地在宿舍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一路就讲了 第二天 她决定放弃无言 从她逼我上大学 到帮我改专业 甚至拒绝我勤工俭学半工半读 她是不想让我顶着特昆生的称呼过日子 特昆生这个称呼 不仅体现了关心和友爱 她是不想让我顶着特昆生的称呼过日子 有的时候 她是一种耻辱 她会让你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也会让你觉得敌人一等 那样的苦 她一个人说就够了 这么些年 她本应该想的福 我都替她想了 我应该吃得苦 她全听我吃了 我真觉得我挺惭愧的 其实最开始她编那个假话 就是为了吓唬吓唬那个女孩 因为她的弟弟 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同学 那个女同学对她也有好感 可是后来知道她是能从来的 就犹豫了 最后选择了她同情时的兄弟 这件事 让她弟弟真正想成了一个学情 所以她不想让她的弟弟 再说那样的事 今天就是我说破了天 也是我和我姐的错 但是天晴 请你相信我 我姐真的不是一开始就要骗你的 大三那年 她带回家了一个男朋友 她的父母高兴坏了 村里的人 也夸她有本事 不仅考上了大学 还带回了一个城里的男朋友 都以为她以后就是城里人了 她也以为 她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就是找一个城里人 然后落地 生根 她拼了命地想要留在这个城市 而她的男朋友 却拼了命地想要离开 就在他们谈婚论嫁的时候 有男人告诉她要不住 我适合了我一个女人 一个能够帮助她飞黄碰她的女人 那段日子 她只要一闭上眼睛 眼前就是父母骄傲的笑容 和村里人现我的眼光 她无法想象 如果她们知道 她被那个男人甩了 她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如果她能这么快快乐乐地 骗自己一辈子 我到死我都不会拆穿她 我姐为了我 为了我们这个家 真的牺牲了很多 所以就算她撒的是一个弥天大火 我也不忍心 也不能举戳她 我不敢奢求你们原谅我 我只是想让你们了解 我姐 我姐她真的不是一个坏人 我自己想要不要 你是什么时候 我自己想要你 你朋友也想要你 你朋友都不会 你哪些孩子 从小老师就教育他 要努力读书 将来考大学 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他努力了 他以为上了大学 做了白领 自己就能从一个农村女孩 变成一个成人 他太有致了 从农村到城市 他坐火车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可这段路 在他心里的距离 似乎还要走一百年 所以他选择编织的那个谎言 把仇恶的 善良的 都用来欺骗 现在好了 这个谎言 被他最心爱的弟弟打碎了 他就像一个流浪者一样 无处躲藏 你说他是不是应该去死 不敢 你这么说 是不敢 我会被他决定了 我会被他决定了 这一句话 是 这个谎言 这一句话 是吧 有空的 我会被他决定了 这么早就说 有空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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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家里的条件确实不太好 可是婚都结了 不能因为这个就离婚吧 刚才听了正月说的那些话 这姐弟俩啊 是不容易啊 我觉得咱们天晴跟着她 不会有错的 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去了 咱自己的闺女 咱自己知道她的辛苦 天晴这孩子 你越不让她干什么越干什么 这个事情还让她自己拿主意 我说你刚才那么痛快就答应她离婚了 原来你玩的是激将法呀 咱们两个结令都到了 天蓝的事情 让我看明白了 这天晴的事情让我想看 孩子的事情啊 孩子的事情啊 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 不管怎么着 只要他们自己快乐 那不好吗 还是让他们自己装述 20分钟 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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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晴 你说以后再也不会骗我了 是不是真的 天晴我发誓 我保证 我再也不骗你了 你讨厌你 你骗我 你怎么能这么对到我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到我了你 你太讨厌了你 天晴 天晴 你别生气了好吗 不能不生气吗 以后我就是你债主 以后一辈子慢慢还嘛你 天晴 天晴 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会用我的医生还你 吃药啊 看体温计 嗯 三十八度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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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剩药好好睡一觉就行了啊 啊 啊 睡 哎 啊 啊 谢谢 不用谢 啊 你这一大男人 坐不进风 在外面睡一晚上就成这样了 我也不是老这样了 是昨天晚上 风雨交加 电闪雷雨 那就是变形金刚 所以变不住 行了 你在这儿好好睡觉 我给你熬粥去 不用了 你交个外卖就行 外卖能吃吗 再说了 你让人家送哪儿去啊 送到你这江边的一栋豪宅 嗯 你有萌牌号吗 我海归送 送 昨天大家都在气头上 我说的话有点重 我觉得应该跟他道歉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 啊 那你打电话了吗 我打了 他走得急没电电话 那他能去哪儿呢呀 我也不知道 营州他基本没有什么朋友 能去的地方就那么极客了 我在想 他现在会不会在哪个酒店躲着呢 酒店我熬呀 我带你找裙子 走 走 别动 别动 嗯 烧退了 你知道你今天早晨烧成什么样了吗 这脸红的呀 就像一只煮熟了的大螃蟹 这什么形容词啊 就说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怎么了 他不也是红彤彤的吗 哎 哎 不错吧 这个样子呢 勉勉强强还能住一阵子 不是 这还是我家吗 暂时来说 你算是我的房东 不是 你不是说真心在我这扎也跟来了吧 你放心 房租一分钱都不会少了 不过得先欠你 小心 我 我就这一间房 我签好了 看呐 我跟你搭一个帐篷 不是 没事吧 不是你 不是你这就就就是 就就就就是什么呀 你大老爷们儿磨磨磨唧唧的 不就住几天吗 就这么定了 就定了 你再把我留意留意 谢谢啊 你先吃点东西吧 你先吃点东西吧 全宁州有那么多家酒店 我再多找点朋友 一起找找 肯定没事的 哎 你也帮忙想想 正平姐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 我想不出来了 我姐以前的同学她也没有联系了 工作以后她也没交什么朋友 你说正平姐是不是现在已经回家了 不可能 我刚才往家里打过电话 根本就没人接 以我姐那脾气 她肯定不会这么快消气 都怪我 我不是怕别的 我是怕她万一出点什么事 不会的 咱姐那么机灵 能出什么事啊 你被陪自己吓自己了 好 天晴啊 我姐这么对你 你还 正义 我虽然最讨厌别人骗我了 但是我知道 正平姐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也可以说 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所以我一点都不在乎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赶紧把她找回来 等她回家了 我跟你一块好好照顾她 天晴啊 感动了都说不出话来了吧 你看 我以前有点东西 没等姐姐找回来了 你是不是又饿倒了 来 吃啊 一句都知道 我看着你 不是 干什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